天龙八部 第九回 焕朝鸾凤 颇奖 弥清 保定地下旨免了盐税 大理国万民感恩 云南产盐不多 通国至白井 黑井 云龙等九井产盐 每年须向树中买盐 盐税甚重 边远平民一年中往往有数月淡食 保定地知道盐税一免 黄梅僧定要设法已就断育已报 他素来佩服黄梅僧的机智武功 又知他两名弟子也是武功不弱 师徒三人齐出 当可成功 哪知等了一日一夜 竟全无消息 但要命八天时去探听动静 不料八天时 以及华司徒 范司马三人都不见了 保定地心想 莫非盐庆太子当真如此厉害 黄梅师兄 师徒三人 连我朝中三公 尽数施陷在万节骨中 荡籍宣昭 皇太帝 段正纯 善禅侯 高生太 以及楚万里等四大护卫 连同镇南王妃 刀白凤 再往万节骨而去 刀白凤艾子心切 求保定地带同玉林军 索性一举将万节骨扫平 保定地道 飞到最后关头 咱们总是按照江湖规矩行事 段时数百年来的祖训 咱们不可违背了 一行人来到万节骨骨口 只见云中鹤笑吟吟地迎了上来 神神一一 说道 我们天下四鳄和忠谷主 料到大驾今日定要再度光临 在下已在此恭候多时 倘若阁下再得有铁家军马 我们便逃之夭夭 带同镇南王的公子和千金一走了之 要是按江湖规矩以武会友 便请进大厅奉茶 保定地见对方十分镇定 显示有四五孔的模样 不像前日一上来便是乒乒乓乓的大战一场 反而更为心惊 当下还了仪仪 说道 如此甚好 云中鹤便先领路 一行人来到大厅之中 保定地踏进厅门 但在厅中挤挤一堂 坐满了江湖豪姐 一二娘南海俄神皆在其内 却不见颜庆太子 心下又是暗暗戒备 云中鹤大声道 天南 段家掌门人 段老师道 他不说大理国皇帝陛下 却以武林中名号相称 典名一切要以江湖规矩形式 段正明别说是一国之尊 但以他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而论 也是人人敬仰的高手宗师 群雄一听都立刻站起 只有南海俄神却仍是大咧咧的坐着 说道 我倒是谁 原来是皇帝老儿 你好啊 中万筹抢上树布 说道 中万筹未克远迎 还请恕罪 保定地道 好说 好说 当下个人分兵主就坐 既是按江湖规矩形式 段正纯夫妇和高生太就不守君臣之礼 坐在保定地下手 楚万里等四人则站在保定地身后 古中四仆献上查来 保定地见黄梅僧师徒和八天使等不在厅上 心下盘算如何出言相寻 只听中万筹道 段掌门再次光临 在下的面子可就大得多了 难得许多位好朋友同时在此 我给段掌门引荐引荐 于是说了听上上群豪的名头 有几个是来自北边的中原豪杰 其余均是大理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新双清 左子墓 马武德都在其内 保定地大半不曾见过 却也均闻其名 这些江湖群豪与保定地一一建立 有些加倍恭敬 有些故意的特别傲慢 有些则以武林后辈的身份相见 中万筹道 段老师难得来此 不妨多盘徊几日 也好令众位兄弟多多请义 保定地道 涉直段玉得罪了中谷主 被扣贵处 在下今日一来求情 二来请罪 还望中谷主瞧在下薄面 竖过小儿无知 在下感激不尽 群豪一听都暗暗钦佩 久闻大理段皇爷 以武林规矩接待同道 果然名不虚传 此处是大理国之下 他只需派遣数百兵马 历时便可拿人 他居然亲身前来好言相求 中万筹哈哈一笑 赏未答话 马伍德说道 原来段公子得罪了中谷主 段公子这次去到普尔社下 和兄弟同去无量善游来 在下照顾不周 一直生出许多事来 在下也要求一份情 南海俄神突然大声喝道 我徒儿的事 谁要你来啰哩啰嗦 高声泰冷冷地道 段公子是你师父 你是磕过头拜过师的 难道想来着 南海俄神满脸通红 骂道 你奶奶的 老子不赖 老子今天就杀了这个有名无实的师父 老子一不小心 拜了这小子为师 愁也愁死了 众人不明就里 无不大感诧异 刀白凤道 忠谷主 放语不放 但凭阁下一言 忠万筹笑道 放 放放 慈然放 我留着令郎干什么 云忠贺插口道 段公子风流英俊 忠夫人翘腰叉 又是位美貌佳人 将段公子留在谷中 那不是引郎入室 养虎一患吗 忠谷主自然要放 不能不放 不敢不放 秦豪一听 无不而然 君觉这穷凶极恶云忠贺 说话肆无忌惮 丝毫不将忠万筹放在眼里 穷凶极恶之名 端得不假 忠万筹大怒 转头说道 云兄 此间事了之后 在下还要领教领教 阁下的高招 云忠贺道 妙吉 妙吉 我早就像杀其夫 而占其妻 毛其财 而积其果 群豪尽节失色 无量洞洞住 心霜倾倒 江湖上英雄好汉 并未死绝 你天下似恶 身手再高 终究要难逃公道 一二娘娇声爹气地道 新道友 我一二娘可没冒犯你呀 怎么连我也牵扯在一起了 左子墓想起他鲁结自己幼儿之事 物字心有余悸 偷偷 寻离他一眼 一二娘痴痴而笑 说道 左先生 你的小公子 长得更加肥肥白白了吧 左子墓不敢不答 低声道 上次他受了风寒 迄今 患病为育 一二娘笑道 啊 那都是我的不好 回头 我瞧瞧山山 这乖孙子去 左子墓大惊 忙道 不敢劳动大驾 保定地寻思 四恶 唯非作歹 结怨甚多 这些江湖好事 显然并非他们的帮手 事情便有好办得多 在救出育儿之后 不妨 挨机除去大海 四恶之首的 言庆太子 虽为断门重人 我不便亲自下手 但他终究 有当真 恶贯满盈之日 刀白凤听众人 言语杂乱 将话题插了开去 护得里站起 说道 钟谷主既然打允 归还小儿 便请换他出来 好让我母子相见 钟万筹也站了起来 道 是 突然转头 狠狠瞪了段正纯一眼 看到 段正纯 你有了这样好的 好老婆 好儿子 怎的物质 贪心不足 今日声名扫地 丢进脸面 使你自作自受 须怪我 钟万筹不得 段正纯 听钟万筹 答允 归还儿子 料想事情 绝不会如此 轻易了结 对方 定然 安排下 阴谋诡计 此时听他 如此说 立即站起 走到他身边 说道 钟谷主 你若须一害人 段正纯 自也有法子 叫你痛慧一世 钟万筹 见他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 气度轻贵高华 自己时事远远不如 这已自散行贿 正时 独火天鹰 大声道 事已如此 钟万筹 便是家破人亡 碎尸万段 也跟你干到底了 你要儿子 跟我来吧 说着 大踏步 走出厅门 一行人 跟着钟万筹 来到树墙之前 云中鹤 炫耀轻功 首先 一跃而过 段正纯心想 今日之事 已无善罢之理 不如先行立威 好让对方 知难而退 便道 独城 砍下几株树来 好让大伙 行走 古独城应道 是 举起钢斧 叉叉叉几响 邓时 将一株大树砍断 傅思规 双掌推出 那段树 喀啦啦声响 倒在一旁 钢斧 白光闪耀 接连挥动 响声不绝 大树 一株株倒下 片刻间 便砍倒了五株 钟万筹 这树墙 栽之不易 当年 着实费了一番心血 被古都城 接连砍倒了五株 大树 不禁勃然大怒 但转念又想 大理断时 今日要大大的出炒 这些小事 我也不来跟你计较 杠吉从空缺处 走了进去 只见树墙之后 黄梅森和青袍克的左手 均是抵住一根铁杖 头顶白气蒸腾 正在比拼 内力 黄梅森忽然伸出右手 用小铁锤 在身前青石上画了个圈 青袍克略意思索 右手铁杖 在青石上按落 保定帝 明目看去 邓氏明白 原来黄梅师兄 一面跟延青太子下棋 一面跟他比拼内力 既斗志 负斗力 这等别开生面的比赛 实是凶险不过 他一直没有给我回音 看来这场比赛 也持续了一日一夜 物资未分胜败 向棋局上一瞥 见两人正在打一个生死结 胜负之术 全是基于此结 不过黄梅森 落的是后手 一块大旗 苦苦求活 黄梅森的两名弟子 破吃破尘 却已倒在地下 动弹不得 原来 二僧见师傅示威 出手夹击青袍克 却均被他铁杖点倒 段正纯上前解开了 二人穴道 喝道 万里 你们去推开大石 放育儿出来 除万里 等四人齐声答应 并肩上前 钟万筹喝道 且慢 你们可知这实物之中 还有什么人在内 段正纯怒道 钟谷主 你若以歹毒手段 白捕我儿 须知你自己也有妻女 钟万筹冷笑道 嘿嘿 不错 我钟万筹 有妻有女 天性 我没有儿子 我儿子 更不会和我亲生女儿 跟那乱伦的兽型 段正纯脸色铁青 喝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钟万筹道 木碗青 是你的私生女儿 是不是 段正纯怒道 木姑娘的身世 要你多管什么闲事 钟万筹笑道 哈哈 那也未必是什么闲事 大理段是 天南为黄 独霸一方 武林中也是响当当的声明 各位英雄好汉 大家睁开眼睛瞧瞧 段正纯的亲生儿子和亲生女儿 却在这儿乱伦 就如禽兽一般的结成夫妻了 他向南海讹审打个手势 两人伸手便去推那挡在石屋的大石 段正纯道 且骂 伸手去拦 叶尔娘和云中鹤各出一掌 分从左右袭来 段正纯数掌一挡 高生态侧身斜上 去隔云中鹤的手掌 不料叶云二人 这两掌都是虚招 右掌一晃之际 左掌同时反推 也都积在大石之上 这大石虽有数千斤之重 但在中万筹南海讹神 叶尔娘云中鹤四人合力推击之下 正是便滚在一旁 这一招是四人事先 记忆定当了的 虚虚实实 段正纯竟然无法阻拦 其实段正纯也是急于早见爱子 并没真的如何出力阻拦 大家大石滚开 露出一道门户 望进去黑幽幽的 瞧不清屋内情景 钟万筹笑道 孤男寡女 齿身露体的躲在一间黑屋子里 还能有什么好事做出来 哈哈 大家瞧明白了 钟万筹笑声中 只见一个青年男子披头散发 齿裸着上身走向出来 下身只系着一条短裤 露出了两条大腿 正是段玉 手中横抱着一个女子 那女子缩在她的怀里 也只穿着贴身小衣 露出了手臂 大腿 背心上雪白粉嫩的肌肤 宝定地满脸羞惨 段正纯低下了头 不敢抬起 刀白凤双目含泪 喃喃的道 徐安妮 徐安妮 高生太解下长袍 要去给段玉劈在身上 马武德一心要讨好段氏兄弟 忙闪身 遮在段玉身前 南海讹身叫道 王八稿子 滚开 钟万筹哈哈大笑 十分得意 突然间笑声止歇 顿了一顿 目的里惨声大叫 灵啊 是你吗 秦豪听到她声叫 无不心中意力 只见钟万筹扑向段玉身前 夹手去夺她手中横抱着的女子 这时众人已然看清这女子的面目 但见她年纪比目婉轻又小 身材也较纤细 脸上未脱稚嫩之叹 哪里是木婉轻了 却是钟万筹的亲生女儿钟灵 当秦豪出到万节谷时 钟万筹曾带她到大厅上拜见宾客 现是她有这么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 段玉迷亡中见到许多人围在身前 认出伯父和父母都到了 忙脱手放开钟灵 任由钟万筹抱去 叫道妈 伯父 爹爹 刀白凤抢上前去将她搂在怀里 问道 玉儿 你 你怎么了 段玉手足无措 说道 我 我不知道啊 钟万筹万不料 害人反而害了自己 哪想得到段玉从实物中 报酱出来的竟会是自己的女儿 她一呆之下 放下女儿 钟灵只穿着贴身的短衣衫裤 陡然见到这许多人只羞得满脸飞红 钟万筹解下身上长袍将她裹住 着实重重便是一拳 击得她 左夹红肿了起来 骂道 不要脸 谁叫你跟着小畜生在一起 钟灵满腹含冤 哭了起来 一时 哪里能够分辨 钟万筹呼响 那木崴清明明关在实物之中 量她推不开大石 必定还在屋内 我叫她出来 让她分担铃儿的羞辱 大声叫道 木姑娘 快出来吧 她连叫三声 石屋内全无声息 钟万筹冲进门去 石屋只仗许见方 一目了然 哪里有半个人影 钟万筹气得几乎要 炸破胸膛翻身出来 会长又向女儿打去 喝道 我毙了你这臭丫头 木在里旁边伸出一只手掌 无名指和小指扶向她手腕 钟万筹急忙缩手相避 见出手阻来的证实 段正纯 怒道 我自管教我女儿 跟你有什么相干 段正纯笑隐隐地道 钟谷主 你对我孩儿可忧待得紧啊 怕她独自一个人寂寞 竟命你令爱千金相陪 在下实在感激之志 既然如此 令爱也是我段家的人了 在下 这可不能不管 钟万筹怒道 怎么是你段家的人 段正纯道 令爱在这实物之中 扶似小儿断育 历史已久 孤男寡女 只身露体地躲在一间黑屋子里 还能有什么好事做出来 我儿是镇南王世子 虽然未必能取另爱为世子正妃 但三妻四妾又何不可 你我这可不是成了亲家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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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万筹狂怒不可一致 扑将过来 呼呼呼连击三掌 段正纯笑声不绝 一一化解了开具 秦豪君想 大理断食果实厉害 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竟将中谷主的女儿掉了包 囚在时事之中 中万筹身在大理 却无端端地举跟段家作对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原来这件事 正是华赫根等三人做下的手脚 华赫根将中陵侵入地道 本意是不令他泄露了地道的秘密 后来听到中万筹夫妇的对话 才知中万筹和延庆太子安排下极毒辣的诡计 立以败坏段式名称 三人在地道中低声商议 君觉此事牵连重大 且甚为紧急 一代中夫人离去 八天时 当即悄悄钻出 施展轻功 她看了那食物的准确方位和距离 由华赫根重定地道的路线 众人家紧挖掘 又忙了一夜 直到此晨 才接到了食物之下 华赫根掘入食物 只见段玉正在斗士中 狂奔挤走 壮弱疯癫 当即伸手去拉 岂知段玉身法 既迅捷又怪异 始终拉她不着 八天时和饭话 齐上合围 向中央骑拢 时事实在太小 段玉无处可以闪避 华赫根一把抓住了她手腕 等时全身大震 犹如碰到一块热碳相似 等下用力相拉 只盼将她腊如地道 迅速逃走 哪知刚一使劲 体内真气便向外急涌 忍不住 阿妖一声叫了出来 八天时和饭话 拉着华赫根 用力一扯 三人合力 才脱去了北明神宫 吸引真气之鹅 大理三宫的功力 比之无量剑弟子 则是高得多了 又是剑机极快 应变神速 然后是如此 三人都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心中俊想 言庆太子的写法当真厉害 再也不敢去碰段玉身 正在无法可使的那儿 屋外人声喧绕 听着保定帝 镇南王等都已到来 中万筹大声激嘲 犯话灵机一动 这中万筹好生可恶 咱们给他大大的开个玩笑 当即除下钟灵的外山 给慕婉青穿上 再抱起钟灵 交给段玉 段玉迷迷糊糊的接过 华赫根等三人 拉着慕婉青进了地道 合上石板 哪里还有半点踪迹可寻 保定帝 见之而无恙 想不到事情竟演变成这样 又是欣慰 有些好笑 一时也推想不出其中原有 但想黄梅森和延庆太子 比拼内力 已到了千军一发的关头 稍有差池 历时便有性命之忧 荡即回身去看两人绝逐 只见黄梅森额头 汗泪如豆 一滴滴地落在棋局之上 延庆太子却仍是神色不变 若无其事 显然胜败以派 段玉神志一清 也即关心棋局的成败 走到两人身侧 观看棋局 见黄梅森 劫财已尽 延庆太子再打一个劫 黄梅森便无其可下 是非认输不可 只见延庆太子铁杖伸出 便往棋局中点了下去 所指之处 正是当前的关键 这一字下定 黄梅森便无可救药 段玉大吉 心想 我且给他混赖一下 伸手便向铁杖抓去 延庆太子的铁杖 刚要点到上尉的三七路上 突然间掌心一震 右臂运得正如张公满弦般的真利 便如飞奔般泻而出 他这一惊自是不小 血眼微泥 但见段玉拇指和食指 正捏住了铁杖扎头 段玉只盼将铁杖拨开 不让他在棋局中的关键处落子 但这根铁杖 竟如住在空中一般 竟是纹丝不动 当即使劲推波 延庆太子的内力 便由他哨伤穴而雍如他体内 延庆太子大惊之下 心中之下 兴肃海丁老怪的化工大法 当下气韵丹田 浸贯手臂 铁杖上邓食出一股 强悍绝伦的大力 一阵之下 便将段玉的手指振脱了铁杖 段玉只觉半身酸麻 便欲晕倒 甚至晃了几下 伸手扶住面前轻蚀 这才稳住 但延庆太子所发出的雄魂内劲 却也有一小瓣 犹如石沉大海 不知去向 他心中警害 为时非同小可 铁杖锤下 正好点在上位的七八路上 只因段玉这么一阻 他内力收发不能自如 铁杖下垂 赏鞋于尽 自然而然的重重戳落 严庆太子暗叫 不好 急忙提起铁杖 但七八路的交叉线上 已戳出了一个小小凹洞 高手下棋 自是讲究落子无悔 何况克食为烹 显食为子 内力所到处 食为之碎 如何能下了不算 但这上位的七八路 乃是自己 天塞了一只眼 只要烧鸣一礼之人 君知两眼是活 一眼即死 严庆太子 这一大块旗 早就已做成两眼 以此为 公逼黄梅僧的基地 绝无自己 去塞死一只火眼之力 然而此子既落 虽为一礼所无 总是功力内进上 有所不足 严谨太子 按他 奇差一招 满盘结束 这当真是天意吗 他是大有身份之人 绝不肯为此 而与黄梅僧再行争执 当即站起身来 双手按在青石眼上 注视棋局 两久不动 群豪大半 未曾见过此人 见他神情奇特 群相注目 只见他瞧了半赏 突然间一言不发地 撑着铁杖 杖头点地 犹如踩高桥一般 步子齐大 远远地去了 墓子里 咔咔声响 青石眼 晃了几下 跌成六七块散石 蹦裂在地 这震朔筋骨的一局棋 就此不存人实 群豪精益出声 相顾骇展 除了保定地 黄梅僧三大恶人之外 均想 这个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活尸一般的轻袍客 武功竟然这等厉害 黄梅僧侥幸胜了这局棋 双手居膝 振振出神 灰丝石材 种种惊险情状 心中始终难以凝定 时不知 延青太子 何以在他稳操胜券之际 突然将他自己一块 其中的两只眼 填塞了一只 难道眼见段正明这等高手到来 生怕受到围攻 因而认输逃走吗 但他这面帮手也是不少 未必变斗不过 保定地和段正纯 高升太等 对这变故 也均大获不解 好在段玉已然就出 段氏清明 丝毫无损 延青太子 败其退走 这一意大获全胜 其中猜想不透的种种细节 也不用急行查究 段正纯向中万筹笑道 中谷主 令爱继承我而继妾 日内遍及派人前来迎娶 于夫妇自当爱护善待 有若亲女 你尽管放心好了 中万筹正自怒不可遏 听得段正纯如此出言相激 刷的一声 拔出药间佩刀 便往中灵头上砍落 喝道 气死我了 我先杀了这贱人再说 墓子里 一条长长的人影飘降过来 迅捷无比地抱住中灵 便入一阵风般 疏然而过 已飘在树杖之外 哒的一声响 中万筹一刀砍在地下 瞧抱着中灵那人时 却是穷凶极恶云中贺 怒吓 你 你干什么 云中贺笑道 你这个女儿自己不要了 就算已经砍死了 那就送给我吧 说着又飘出树杖 他只别说保定帝和王梅僧的武功 远胜于己 便段正纯和高升泰 也均是了不起的人物 是以达定主意 抱着中灵便溜 眼见八天时并不在场 自己只要施展轻功 这些人中便无一追赶得上 中万筹知他轻功了得 只急着双足乱跳破口大骂 保定帝等 日前见过他和八天时 找圈追逐的身手 这时见他虽然抱着中灵 仍是一飘一晃的轻如无物 也都奈何他不得 段玉灵机一动 叫道 玉老三 你师父有命 快将这个小姑娘夺下来 南海俄神一正 怒道 马巴高的 你说什么 段玉道 你拜了我为师 头也磕过了 难道想来 你说过的话是放屁吗 你定是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南海俄神横眉怒目的喝道 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 你是我师父便怎么 老子脑降起来 连你这师父也一刀杀了 段玉道 你认了便好 这个姓中的小姑娘是我妻子 就是你的师娘 快去给我夺回来 云中鹤侮辱她 就是无你师娘 你太也丢脸了 太不是英雄好汉了 南海俄神一正 心想这话倒也有理 忽然想起 穆婉青是她妻子 怎么这姓中的小姑娘 也是她的妻子 问道 究竟我有几个师娘 段玉道 你别多问 总而言之 倘若你夺不回你这个师娘 你就太也丢脸 这里许多好汉 各个亲眼见过 你连第四恶人 云中鹤也斗不过 那你就降为第五恶人 说不定是第六恶人了 要南海俄神排名在云中鹤之下 那比杀了她的头还要难过 一声狂吼 拔足便向云中鹤赶去 叫道 快放下我师娘来 云中鹤纵身向前飘行 叫道 岳老三真是大傻瓜 你上了人家的大当了 南海俄神最爱自认了不起 云中鹤当着这许多人的面 说他是上了人家的当 更令他怒火冲天 大叫 我约老二怎会上别人的当 当即提气急追 两人一前一后 片刻间已翻过了扇凹 中万筹狂怒中刀砍女儿 但这时见女儿为恶徒所勤 毕竟父女情深 又想到妻子问起时 无法交代 情急之下也提刀追了下去 宝定帝 荡下和群豪作别 一行离了万节骨 竟回到大理城 一起来到镇南王府 华赫根 范化八天十三人 从府中迎降出来 身旁一个少女 一世华丽 明媚赵人 正是慕婉清 范化向宝定帝禀报 华赫根挖掘地道 将钟灵送入食物之室 于旧出穆婉清一劫 却含糊带过 众人才知 中万筹害人不成 反害自己 原来竟因如此 尽皆大笑 那阴阳和和散药性 虽然猛烈 但非毒药 段玉和穆婉清 服了些倾泻之计 又饮了几大碗冷水 便接消解 五间王府设宴 众人在席上 兴高采烈地 谈起万节骨之事 都说此意 以黄梅森 与华赫根两人 功劳最大 若不是黄梅森 牵制住了段延庆 则挖掘地道 非给他发掘不可 刀白凤胡道 华大哥 我还想请你 再辛苦一趟 华赫根道 王妃吩咐 自当遵命 刀白凤道 请你派人 将这条地道 去堵死了 华赫根一灯 应道 是 却不明白 他的用意 刀白凤向段正纯 瞪了一眼 说道 这条地道 通入钟夫人的居室 若不堵死 就怕咱们这里 有一位人凶 从此天天晚上 要去钻地道 众人 哈哈大笑 沐浑青 隔不多久 便向段宇偷眼瞧去 每当与他目光相接 两人立即 转头避开 他自知 此生此事 与他 已休想成为夫妇 想起这几天 两人 实物共处的情景 更是黯然身上 只听众人谈论 钟灵要成为段宇的几切 又说 他虽给云中客秦去 但南海俄神 与钟万筹两人联手 定能将他救回 又听保定地吩咐 除古 付诸四人 饭后 急去打听 钟灵的讯息 设法保护 沐浑青 越听越怒 从怀中摸出一只 小小金盒 便是当日钟夫人 要段宇来求父亲 相救钟灵的信物 伸手递到段正纯面前 说道 甘宝宝给你的 段正纯一愣 道 什么 沐浑青怒道 是钟灵这小丫头的 生辰八字 持着金盒将段宇一指 又道 甘宝宝叫他给你 段正纯接了过来 心中一酸 他早认的这金盒 是当年自己 甘宝宝定情之息 给他的 打开盒盖 接盒中一张小小红纸 写着 已未年十二月初五 丑时女 十一个小字 自己歪歪斜斜 正是甘宝宝的手笔 刀白凤冷冷的道 那好的很啊 人家把女儿的生辰八字 也送过来了 段正纯翻过红纸 只见背后写着几行 极细的小字 伤心苦厚 万念俱灰 然是 而不能无腹 十六年前 朝思暮叛 只带君来 迫不得已 于已未年五月 归于忠实 字体纤细 若非凝目以观 几乎看不出来 段正纯想起 对甘宝宝 辜负良身 眼眶 正是红了 突然间心念一动 请客间便明白了 这几行字的含义 宝宝 于已未年五月 嫁给中万筹 钟灵 却是该年十二月初五生的 多半便不是 中万筹的女儿 宝宝苦苦等候我不止 说是儿不能无腹 又说迫不得已而嫁 则是因为有了身孕 不能未嫁生儿 那么钟灵这孩儿 却是我的女儿 正是 正是那时候 十六年前的春天 和她欢好未满一月 便有了钟灵这孩儿 想明白字节 脱口叫道 哎呦 不成 刀白凤问道 什么不成 段正纯摇摇头 苦笑道 钟万筹这家伙 这家伙心疏太患 安排了这等毒计 险害我段氏满门 咱们绝不能 绝不能跟她结成亲家 此事无论如何不可 刀白凤听她这几句吞吞吐吐 显然是言不由衷 将她手中的红纸条 接过来一看 微一凝丝 以名其理 忍不住哈哈大笑 说道 原来 原来 哈哈 钟灵这小丫头 也是你的私生女儿 怒气上冲 反手就是一掌 段正纯 侧头避改 听上众人 句都十分尴尬 宝定帝微笑道 即使如此 这事也只好作为罢论了 只见一名家将走到厅口 双手捧着一张明帖 宫身说道 虎劳官过艳之 过大也求见王爷 段正纯心想 这过艳之 是扶牛派掌门 科百岁的大地 外号叫做 追魂鞭 据说武功颇为了得 只是跟段家素无网癌 不知路远迢迢迢的前来何事 当即站起身来 向宝定帝道 这人不知来干什么 兄弟出去瞧瞧 宝定帝微笑点头 心想 这追魂鞭来得巧 你正好趁机脱身 段正纯走出花厅 高生太以锄骨付诸跟随在后 跟进大厅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坐在携手椅上 那人一身丧服 头戴麻官 满脸风尘之色 双目红肿 现世家有嗓视死了亲人 见到段正纯进厅 便即站起 躬身行礼道 河南过艳之 拜见王爷 段正纯还礼道 过老师光临大礼 小弟段正纯未曾远迎 含其恕罪 过艳之心想 素闻大礼段时兄弟 大富大贵而不骄 果然名不虚传 说道 过艳之草野匹夫 求见王爷 失神冒昧 段正纯道 王爷爵位 仅为俗人而赦 过老师的名头 在下素所仰慕 大家兄弟相称 不必举着虚礼 引见高僧太后 三人分兵主坐下 过艳之道 王爷 我师叔在腹上 积聚甚酒 便请告知 请出一见 段正纯起道 过兄的师叔 心想 我府里哪有什么 扶牛派的人物 过艳之道 毕师叔改名唤姓 借尊负避难 未敢向王爷言明 事事大大的不敬 还请王爷宽宏大量 不欲见惯 在下这里谢过了 说着站起身来 身身一一 段正纯一面还礼 一面思索 实想不起他师叔 是谁 高僧太也自寻思 是谁 是谁 穆德里想起了那人的外号和姓时 心道 必定是他 向身旁将丁道 到站房 却对霍先生说 河南追魂边过大也道 有要紧士禀告 金算盘崔老前辈 请他到大厅一续 那家丁答应了进去 过不多时 只听到后堂 踢踢踏踏踏 脚步声响 一个人拖泥带水地走来 说道 你这一下子 我这口闲饭可就吃不成了 段正纯听到 金算盘崔老前辈这妻子 脸色微变 心道 难道金算盘崔百全 竟是隐匿于此 我怎的不知 高贤弟却又不跟我说 只见一个行貌猥琐的老头儿 笑嘻嘻地走出来 这是帐房中 相助照管杂物的霍先生 此人每日不是在醉香之中 便是与下人赌钱 醉事备赖无聊 帐房中只因他 钱一面上倒也十分规矩 十多年来也就一直容他胡混 段正纯大是惊讶 这霍先生当真便是崔百全 我有眼无珠 这张脸往哪里搁去 幸好高生泰一口便叫了出来 过眼之还到镇南王府中 早已众所知晓 那霍先生本是七分醉三分醒 颠颠倒倒的神器 眼见过眼之全身丧服 不由得吃了一惊 怎 怎么 过眼之抢上几步 被倒在地 放声大哭 说道 崔师叔 我是 师父给 给人害死了 那霍先生 崔百全神色利变 一张焦黄精寿的脸上 霎时间全是 阴智戒备的神器 缓缓 缓缓的道 仇人是谁 过眼之哭道 小之无能 仿查不到仇人的确训 但猜想起来多半是孤苏慕荣家的人物 崔百全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恐惧之色 但巨色率息极过 沉声道 此事 许得从长计议 段正纯和高生泰对望一眼 君想 北乔峰 南慕荣 他扶牛派与姑苏慕荣氏接上了冤家 此仇只怕难报 崔百全神色惨然 向过眼之道 过贤之 我师兄如何身亡归息 经过情由 请你详述 过眼之道 师仇如同复仇 一日不报 小之寝室难安 请师叔急行上道 小之沿途细柄 以免耽误了时刻 崔百全 简冒变色 只他是嫌大厅上耳目众多 说话不便 道不争在这一时三刻的相差 心下盘算 我在镇南王府寄居多年 不露行迹 哪料到这位高侯爷 早就看破了我的刑藏 无若不向段王爷深知歉意 便是大大得罪了段家 何况 找姑苏慕荣氏 为师兄报仇 绝非我一例可办 若得段家派人相助 那便盼然不同 这一敌一友之间出入甚大 突然走到段正纯身前 双膝跪地 捕住磕头 咚咚有声 这一下可大出众人意料之下 段正纯忙身手相扶 不料一服之下 崔北拳的身子竟如钉子地下一般 牢牢不动了 段正纯信道 好酒鬼 原来武功如此了得 一向骗得我苦啊 济贯双臂 往上一抬 崔北拳也不再运力撑举 城市站起 刚站直身子 只敢周身百害 说不出的难受 有如一夜小舟在大海中 猛受风浪颠簸之苦 情知使段正纯出手成见 他想我若运功抵御 真男王这口气终是难消 说不定他更疑心 我混入王府卧底 另有奸恶图谋 趁着体内真气激荡 便及一脚坐倒 索性顺势仰天摔了下去 母样狼狈一急 大叫 哎哟 段正纯微微一笑 伸手拉他起身 拉中再捏 消除了他体内的反恶 崔百全道 王爷 崔百全给仇人逼得无路可走 这才后眼来到府上投靠 脱逼于王爷的威名之下 总算活到今日 崔百全未曾向王爷吐露真相 时事最该晚死 高生泰接口道 崔兄何必太牵 王爷早已知道阁下身份来历 崔兄既是真人不露下 王爷也不叫破 别说王爷知晓 旁人何尝不知 那日世子对付南海俄神 不是拉着崔兄来冲他师父吗 世子知道和府之中 只有崔兄才对付得了这幸悦的恶人 其实 那日段玉拉了崔百全来冒充师父 全是误打误撞 只觉府中助人以他的形貌最是难看伪在 这才拉他来跟南海俄神开个玩笑 但此刻崔百全听来却是深信不疑 暗自惭愧 高生泰有道 王爷素来好客 别说崔兄与我大理 绝无恶意阴谋 就算有不利之心 王爷也当大量包容 以成相待 崔兄何必多礼 言下之一是说 只因你并无劣迹恶行 这才相容至今 否则的话 早已就料理了你 崔百全道 高侯爷明见 话虽如此说 但姓崔的何以要投靠王府 于告辞之先 无需臣名才是 否则太也不够光明 只是此事牵涉旁人 崔百全斗胆性借一步说话 段正纯点了点头 想过眼之道 过兄 师门深仇 时关重大 也不忙在这一时三刻 咱们慢慢商议不迟 过眼之 还未答应 崔百全已抢着道 王爷吩咐 自当遵命 这时一名家将 走到厅口攻身道 启并王爷 少林寺方丈 派遣两位高僧前来下书 少林寺自唐初以来 几位武林中的泰山白岛 段正纯一听 当即站起 走到滴水盐前相迎 只见两名中年僧人 有两名家将引导 穿过天井 一名行貌甘苦的僧人 功身和时 说道 少林寺小僧惠珍 惠官 参见王爷 段正纯抱全还礼 说道 两位远到光临 可辛苦了 请厅上奉茶 来到厅上 二僧却不就坐 惠珍说道 王爷 贫僧奉毕四方丈之命 前来乘上书信 奉至保定皇爷和镇南王爷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裹 一层层的解开 露出一封黄皮书信 双手乘给段正纯 段正纯接过 说道 皇兄便在此间 两位正好相见 向崔百泉与过言之道 两位请用心点心 待会儿再行详谈 当下引着会真 会官入内 其实 保定帝已在暖阁中休息 正与黄梅僧 清明对谈 段玉坐在一旁静听 见到会真 会官进来 都站起身来 段正纯送过书信 保定帝拆开一看 见那信 是写给他兄弟二人的 前面说了一大段什么 九谋英明 无由施谨 威震天南 仁德广辈 万民仰望 豪杰归心 禅护佛法 弘扬圣道 等等的客套话 但说到正题时 只说 毕师弟玄碑禅师 率徒四人前来跪境 仅以同参佛祖 武林同道之仪 敬肯赐予赵福 下面署名的是 少林禅寺 狮子玄辞 何时百败 保定帝 占着读信 意思是敬重少林寺 惠真和会官 恭恭敬敬的 在一旁垂手私立 保定帝道 两位请坐 少林方丈既有法御 大家是佛门弟子 武林一派 但教力所能及 自当遵命 玄碑大师 明晓佛法 武功伸展 在下兄弟 诉索静目 不知大师 法驾何时光临 在下兄弟 扫踏乡后 会真会官 突然双膝跪地 咚咚咚咚咚的磕头 跟着便痛哭失声 保定帝 段正纯都是一惊 信道 莫非 玄碑大师死了 保定帝 伸手扶起 说道 你我武林同道 不能当此大礼 慧真 站直身子 果然说道 我师父 远急了 保定帝 信下 这通书信 本是要玄碑大师 亲自送来的 莫非 他死在大礼境内 说道 玄碑大师 西规 佛门少一高僧 武林 时已高手 时身道行 不知玄碑大师 与何日缘急 慧真道 方正师伯 月前得到讯息 天下四大恶人 要来大礼 跟黄也 与镇南王为难 大礼段时 威震天南 自不惧他 区区四大恶人 但恐两位不知 手下的知识 部署中了暗算 因此派我师父 率同四名弟子 前来大礼 禀告黄也 并听由拆遣 保定帝 好生感激 信下 无怪少林派 数百年来 众所敬服 玄辞方丈 以天下武林安围 为己任 我们虽远在南壁 他竟也关心极杀 他信上 说要我们 造福玄碑大师师徒 其实 却是派人来报训 祝权 当即微微躬身 说道 方丈大师 龙情厚义 我兄弟 不知何以为报 慧真道 黄也太迁了 我师徒 奸城南来 上于二八 在大里路 梁州 深界寺挂丹 哪知道 二十九日清晨 我们师兄弟四人起身 竟见到师父 我们师父受人暗算 死在深界寺的大殿之上 说到这里 已然乌液不能成生 保定帝 长叹一声 问道 玄碑大师 是中了歹毒暗器吗 会震道 不是 保定帝 与黄梅僧 段正纯 高升太四人 均有诧异之色 都想 以玄碑大师的武功 若不是身中 剑血封喉的 歹毒暗器 就算敌人在背后 忽视突袭 也绝不会 全无抗拒之力 就此毕命 大力国中 又有哪一个 邪派高手 能有这般本领 下次毒手 段正纯 今儿初三 上个月二十八晚间 是四天之前 育儿被截入 万节股 是二十七日晚间 保定帝点头道 不是四大恶人 段言庆这几日 都在万节股 绝不能分身 到千里之外的 入梁州去杀人 何况 即使段言庆 也未必就能 无声无息地 一下子打死了 玄碑大师 慧真道 我们福气师父 他老人家身子冰凉 缘吉 已然多时 大殿上 也没动过手的痕迹 我们追出四去 深界寺的师兄们 也帮同搜寻 但数十里内 找不到凶手的 半点线索 保定帝 黯然道 先被大师 唯我断世而死 又是在大理国境内 遭难 再情再美 我兄弟 绝不能置身事外 慧真 慧官二僧 同时 跪下叩谢 慧真又道 我师兄弟 我师兄弟四人 和深界寺方丈 午夜大师商议之后 将师父遗体 葬息在深界寺 不敢就此火化 以便日后掌门师伯 检世 我两个师兄 赶回少林寺 禀报掌门师伯 小僧和会官师弟 赶来大理 向黄爷 与镇南王禀报 保定地道 午夜方丈 年高德训 见识渊博 夺知武林掌顾 他老人家如何说 慧真道 午夜方丈年道 十之八九 凶手是孤苏慕荣家的人物 段正纯和高生泰 对望一眼 心中都道 休是孤苏慕荣 黄梅僧一直静听不语 忽然插口道 玄碑大师 可是胸口中了敌人的一招 大为驼棒而圆极吗 慧真一惊 说道 大师所料不错 不知如何 如何 黄梅僧道 久闻少林玄碑大师 大为驼棒功夫 乃武林的一绝 众人后 对方肋骨根根断折 这门功夫厉害 自然是厉害的 终究太过霸道 似乎非我佛门地 哎 段玉插口道 是啊 这门功夫太过狠了 慧真慧官 听黄梅僧评论自己师父 心下已是不满 在敬他是前辈高僧 不管还嘴 在听段玉 也在一旁多嘴多舌 不禁都怒目邓氏 段玉只当不见 毫不理会 段正纯问道 师兄怎知 玄碑大师中了 大为驼棒而死 黄梅僧叹道 深介寺方丈 午夜大师料定凶手 是姑苏慕容使 自然不是胡乱猜测的 段而定 姑苏慕容使有一句话 叫做 以彼之道还尸彼身 你听见过吗 段正纯沉吟道 这句话倒也曾听见过 只是不大明白其中含义 黄梅僧喃喃地道 以彼之道还尸彼身 哎 以彼之道还尸彼身 脸上突然间闪过一丝 恐惧之色 宝定帝段正纯和他相识数十年 从未见他胜过巨异 那日他与延庆太子生死相搏 明明已经落败 虽然狼狈周章 神色却仍坦然 此刻竟然露出巨色 可见对手时是非同小可 暖阁中一时激净无声 过了半场 黄梅僧缓缓地道 老僧听说 世间却有慕容博这一号人物 他取名为博 武功荡着渊博到了极处 似乎武林中 不论哪一派哪一家的绝技 他无疑不惊 无疑不惠 更奇的是 他若要致人死命 必是使用那人的成名绝技 段语道 这荡身非以所思了 天下有这许许多多武功 他又怎学得周全 黄梅僧道 贤知此言已是不错 学如渊海 一人如何能够穷尽 可是慕容博的仇人 原意不多 听说他若学不会仇人的绝招 不会用这绝招 招致对方的死命 他就不会动手 保定地道 我也听说过 中原有这样一位奇人 河北落石三雄 善石非锥 后来三人都身中非锥丧命 山东张须道人 杀人时必定斩去敌人四肢 让他哀叫半日方死 这张须道人自己也遭此残暴 慕容博这以笔之道 还识笔身八个字 就是从张须道人口中传出来的 顿了一顿 又道 当时济南闹市之中 不知有多少人围观 张须道人在地下乱犯嚎叫 他说到这里 似乎依稀见到张须道人 临死时的惨状 脸色间既有不忍 又有不满之色 段正纯点头道 那就是了 突然想起仪式说道 郭艳之过大爷的师父科百兽 听说善又转边 边上的尽力却是唇钢一路 杀敌时往往一边击的对方 头盖分碎 难道他 他 机长三来 招来一名四仆 道 请崔先生和过大爷到这里 说我有事相伤 那四仆应道 是 但他不知崔先生是谁 迟疑不去 段宇笑道 崔先生便是帐房中 那个霍先生 那四仆 这才大叫应了一个是 转身出去 不多时 崔百全和过艳之来到暖阁 段正纯道 过雄 在下有一事请问 上攀勿怪 过艳之道 不敢 段正纯道 请问 令师科老前辈如何众人暗算 是拳脚还是兵刃上受了致命之伤 过艳之突然满脸通红 甚是惭愧 尼诺半赏才道 家事是伤在清边的一朝天灵牵列之下 凶手的尽力刚蒙异常 纵然家事自己也不能 也不能 宝定帝 段正纯 黄梅僧等相互望了一眼 心中 心中都是不由自主的一令 慧珍走到崔百全和过艳之跟前 何时一礼 说道 贫僧师兄弟和两位敌凯同仇 若不灭了姑苏慕容 说到这里 心想是否能灭的姑苏慕容师实在难说 一咬牙 说道 贫僧将性命交在他手里辩了 过艳之双目含泪 说道 少林派和姑苏慕容师也接下深仇吗 慧珍便将师父玄碑如何死在慕容师手下 只是简略说了 过艳之神色悲愤 咬牙痛恨 崔百全却是垂头嗓气的不语 似乎魂没将师兄的血仇放在心上 惠官和尚冲口说道 崔先生 你怕了姑苏慕容师吗 惠真忙和 师弟 不得无礼 崔百全东边瞧瞧 西边望望 似怕隔墙有耳 又似怕有极厉害的敌人来袭 一副心惊胆战的模样 惠官哼的一声 自言自语 大丈夫死就死了 又有什么好怕的 惠真也颇不以崔百全的胆怯为然 对师弟的出言冲撞就不再制止 黄梅森轻轻咳嗽一声 说道 这事 崔百全全身一抖 跳了起来 将脊上的一只茶碗带翻了 乒乓一声 在地下打得分碎 他定了定神 这众人目光都瞧在自己身上 不由得面红耳赤 说道 退不住 退不住 过眼之皱着眉头 俯身拾起茶杯碎片 段正纯心想 这崔百全是个农包 向黄梅森道 师兄 怎样 黄梅森喝了一口茶 缓缓地道 崔师主 想来曾见过慕容博 崔百全听到慕容博三字 哦的一声惊呼 双手撑在椅上 颤声道 我没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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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 没有 会观大声道 崔先生 到底见过慕容博 还是没见过 崔百全 双目向空邓氏 神不丑射 段正纯等 都是暗暗摇头 我眼知 见师叔如此在人前出丑 更加的尴尬难受 过了好一会儿 崔百全才颤声道 没有 啊 大概 好像没有 这个 黄梅森道 老衲 曾有一件亲身经历 不妨说出来 供各位参详 说来那是四十三年前的事了 那时老衲年轻力壮 刚出道不久 在江湖上 也闯下了一点名声 当真是出生的肚儿 不畏虎 只觉天下之大 除了师父之外 谁也不及我的武艺高强 那一年 我护送一位任满回籍的金官和家眷 从汴梁回山东去 在青暴港附近的山澳中 遇上了四名盗匪 这四个盗匪一上来不想财物 却去拉那金官的小姐 老衲当时年少气盛 则是容情不得 一出手便是辣招 使出金刚之力 都是一指刺如心窝 四名匪徒哼也没哼 便即一依毙命 我当时自觉不可一世 口莫横飞向那金官夸口 说什么便再来十个八个大道 我也一样的用金刚纸送了他们信 便在那时 只听着啼声嘚嘚 有两人骑着花驴从路旁经过 忽然骑在花驴背上的一人哼的一声 似乎是女子声音 哼声中却充满轻蔑不屑之意 我转头看去 见一匹驴上坐的是个三十六七岁的妇人 另一匹驴上则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眉清目秀甚是俊阳 两人都全身高速扶着重笑 却听那少年道 妈 金刚纸有什么了不起 且在这儿胡吹大气 黄梅僧的出身来历 连宝定弟兄弟都不深知 但他在万劫谷中 以金刚指令化石为局 显石成子和延庆太子搏斗不屈 众人均十分敬仰 而他的金刚指令更是无人不服 这时听他述说那少年之言 均觉小小孩童当真胡说八道 不料黄梅僧轻轻叹了口气 接着道 当时我听了这句话 虽然气恼 但向一个黄口儒子的胡言合作计较 只向他怒目瞪了一眼 也不理睬 却听得那妇人赤道 这人的金刚指 是福建蒲田达摩夏月的正宗 已有三成火候 小孩家懂得什么 你出职就没他这般准 我一听之下自然又惊又怒 我的师门渊源江湖上极少有人知 这少妇居然一口道破 而说我金刚指令只有三成火候 我当然大不服气 哎 其实那时候 我太也不知天高地厚 以其实的功力而论 说我有三成火候 还是说得高了 最多也不过二成六七分而已 我便大声道 这位夫人尊姓 小区在下的金刚指令 是有意思叫树招吗 那少年乐住花驴便要答话 那少妇忽然双目一红 含泪于地 说道 你爹临终时说过什么话来 你历时便忘了吗 那少年道 是 孩儿不敢忘记 两人挥边催驴 便向前奔 我越想越不服 纵马追了上去 叫道 喂 胡说八道的 指责别人武功 却不留下树招 便想一走了之吗 我骑的是匹 角力极快的好马 说话之间 你越过两匹花驴 拦在二人之前 那妇人向那少年道 你瞧 你随口乱说 人家可不答应 那少年显然对母亲很孝顺 再也不敢向我瞧上一眼 我见他们怕了我 心想孤儿寡妇 圣之不武 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但听那妇人的语气 这少年似乎也会金刚直立 我这门姑父 足足花了十五年苦功 方式炼成 这小小孩童如何能会 自然是胡吹大气 便道 今日便放你们走路 以后说话 可得小心些 那妇人仍是正眼 也不朝我瞧上一眼 向那少年道 这位叔叔说得不错 以后你说话 可得小心些 倘若就此罢休 岂不及好 可是那时候 我年少气盛 乐马 让在这边 那少府纵驴先行 那少年一拍驴身 跨下花驴 便也开步 我扬起马鞭 向花驴臀上抽去 大小道 快快走吧 马鞭跨那花驴臀鞭 尚有持续 只听着吃的一声 那少年回身一指 只立凌空而来 而我的马鞭 荡得飞了出去 这一下 可将我吓得呆了 他这一指 只立凌翼 远胜于我 只听那妇人道 挤出了手 便得了结 那少年道 是 乐转花驴 向我冲过来 我便左掌使一招 蓝云手 向他推去 突然间 吃的一声 他伸直戳出 我只觉 左边胸口一痛 全身尽力 进食 黄梅僧说到这里 缓缓解开僧袍 露出 瘦骨临寻的胸膛来 只见他左边 胸口对着心脏处 有个一寸来身的洞孔 洞孔 虽已结巴 仍可想象到 昔日瘦窗之重 洞孔 虽已结巴 仍可想象到 昔日瘦窗之重 所骑着 这窗口 显已 身疾心脏 他居然不死 还能活到今日 众人都不尽 亥然 黄梅僧 指着自己右边胸膛 说道 诸位请看 只见该处皮肉 不住起伏跳动 众人这次明白 原来他生俱异象 心脏偏右而不偏左 当年死里逃生 全由于此 黄梅僧 服好僧袍上的布袋 说道 死这等心脏 胜于右边的情状 实施万中无一 那少年 借一指戳中我的心口 我居然并不立时丧命 将话驴 拉开几步 神色既是诧异 我见自己胸口鲜血 鼓鼓流出 直到性命已是不保 哪里还有什么顾忌 大声骂道 小肥 你说会是金刚纸 达摩下院的金刚纸 可有杀人见血 却杀不了人的 你这一只手法 根本就不对 也绝不是金刚纸 那少年纵身上前 又想伸直脱来 那是我全身抵御之能 只有疏手待臂的份 不料那夫人挥出 手中的马鞭 卷住了少年的手臂 我迷迷糊糊之中 听着他在赤着耳 姑苏姓慕容的 哪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儿 你的指令既没练得到家 就不能杀他 罚你七天之内 到底罚他七天之内怎么样 我已晕了过去 没能听到 崔百泉颤声问道 他 大师 大师 以后 以后你再遇到他们没有 黄梅森道 说来惭愧 老那自从精死一意 心灰意来 只觉人家小小一个少年 有如此造诣 我便再连一辈子武功 也未必赶他的上 胸口 伤势 全愈后 便离了大宋国境 远来大理 脱避于段皇爷的之下 过了几年 又出了家 老僧这些年来 遂已参无生死 梅森将 西年荣辱放在心上 但偶尔回想 不免犹有余悸 当真是 精工之鸟了 段宇问道 大师 这少年若是活到今日 差不多有六十岁了 他就是 慕容伯吗 黄梅森摇头道 说来惨愧 老那不知 其实这少年 当时这一只 是否真是金刚纸 我也没看清楚 只觉得出手不大像 但不管是不是 总之是厉害得很 厉害得很 众人默默不语 对崔百全 必是之心 都受起了大霸 君相以黄梅森 这等武功修为 赏子对 孤苏慕容 是如此忌惮 崔百全下的神不守舍 倒也情有可原 崔百全说 黄梅大师 这等身份 对往事也毫不隐瞒 姓崔的何等样人 又怕出什么丑了 这下本来就要将混入 镇南王府的缘由 详细禀报陛下和王爷 这里都不是外人 这下说将出来 请众位一起参详 他说了这几句话 心情激荡 已感到猴肝舌燥 将一碗茶喝得碗底向天 又将过言之 那碗茶也端过来喝了 他继续道 哇 我这件事 是起 起于十八年前 他说到这里 不仅往窗外望了一望 他定了定神 才又道 南阳府城中 有一家姓蔡的土豪 为父不仁 欺压良民 我科师哥有个朋友 遭他陷害 全都死在他的手里 过言之道 师叔 你说的是蔡庆图这贼子 崔白全道 不错 你师父说起蔡庆图来 长字切齿痛恨 你师父向官府 递了状子告了几次 都被蔡庆图 使前家官司按了下来 你师父若能动动软鞭 要杀了这蔡庆图 原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他在江湖上 虽然英雄气概 但本乡本土 有家有业 自来不肯做 触犯王法之事 我崔白全可不同了 偷鸡摸狗 嫖射赌钱 杀人放火 什么事都干 这一晚 我闹僵起来 便摸到蔡庆图家中 将他一家三十余口 全载了个干净 我从大门口杀起 只杀到后花园 连花像卑女 都一个不留 到的园中 只见一座小楼的窗上 木子投出灯火 我奔上楼去 踢开房门 原来是间书房 四壁一架架的摆满了书 一对男女并肩坐在书旁 正在看书 那男子约摸四十岁上下 相貌俊阳 穿着书生一巾 那女的年纪较轻 背向着我 瞧不见她的容貌 但见她穿着淡绿青衫 逐光下看去 显得挺俊俏的 她奶奶的 她本来说的甚是斯文 和她平时为人 大不相同 哪知突然之间 来了一句乌言 众人都是一恶 吹百全 却魂梅知觉 续道 我一口气 杀了三十几个人 性质越来越高 忽然见到 这对狗男女 她奶奶的 觉得有些古怪 蔡庆图家中的人 各个粗暴凶恶 怎么忽然钻出 这一对清秀的狗男女来 这不像戏文里的唐明皇 和杨贵妃吗 我有点奇怪 倒没想动手 就杀了他们 只听那男的说道 娘子 从闺魅到武王 不该这么排列 段玉听道 从闺魅到武王六字 寻思 什么闺魅武王 一转念间 便即明白 啊 是从闺魅到武王 那男子再说一惊 正是精神一振 听崔百拳又道 那女的沉隐了一会儿 说道 要是从东北角上 邪行大哥 再转到姐姐 你瞧走不走得通呢 段玉心道 大哥 姐姐 啊 那是大过计计 跟着一惊 这女子说的明明是 林波微步中的步伐 只不过位置略偏 并未全顿 难道这女子和山洞中的神仙姐姐 竟有什么关联 崔百拳绪道 我听他夫妇二人 讲论不休 说什么 乌龟妹子 大舅子 小姐姐 不耐烦起来 大声喝倒 两个狗男女 你奶奶的 都给我滚出来 不料这两人好像都是笼子 全没听到我的话 仍是目不转睛地瞧着那本书 那女子 习声细气的道 从这里到姐姐家 共有九步 那是走不到的 我又喝道 走走走 走到你姥姥家 借你们的十八代祖宗去吧 正要举不上钱 那男的忽然双手一拍 大笑道 妙吉 妙吉 老了围坤 十八代祖宗 喂 二九一十八 该转坤位 这一步可想通了 他顺手抓起书桌上一个算盘 不知怎样 三颗算盘珠突然飞出 我只敢胸口一阵疼痛 身子已然定住 再也动他不得了 这两人对我仍是不加理会 自顾自谈论 他们的小哥哥小畜生 我心中可说不出的害怕 在下废号金算盘 随身携带一个黄金铸成的算盘 其中装有积阔 七十七枚算球 随时可用弹簧弹出 可是眼前书桌上 那算盘是红木所致 平平无奇 中间的一档珠柱 以断为竖节 显然它是以内力振断珠柱 再以内力激动算珠射出 这功夫当真他奶奶的了不起 这一男一女越说越高兴 我却越来越害怕 我在这屋子里 坐下了三十几条人命的大血案 偏偏僵在这里 动是动不得 话又说不出来 我自己杀人敌命 倒也罪有应得 可是这么一来 非连累到我柯师兄不可 这两个多时辰 真必受了十年二十年的苦行 还要难过 只等到四处激提升起 那男子才笑了笑 说道 娘子 下面这几步 今天想不出来了 咱们走吧 那女子道 这位金算盘崔老师 帮你想出了这一部妙法 给当筹谢他什么才是 我又是一惊 原来他们早知道我的性命 那男子道 既然如此 且让他多活几年 下次遇着再取他性命吧 他胆敢骂你骂我 总不能骂过就算 说着收起了书本 跟着左掌回爪 在我背心上轻轻一扶 解开了我的穴道 这对男女从窗中约了出去 我一低头 只见胸口衣衫上破了三个洞孔 三颗算盘珠 整整齐齐地定在我胸口 真是用事来量 也不容易准得这么离毫不差 No,No 诸位请瞧瞧我这副德行 说着解开了一扇 众人一看 都忍不住失笑 但这两颗算盘珠 恰好嵌在他两个乳头之上 两乳之间又是一颗 事隔多年 难得他竟然并不设法起初 随百拳摇摇头 扣起山钮 说道 这三颗算盘珠 嵌在我的身上 这最可受得大了 我本想用小刀子挖了出来 但唯一用力 撞动自己穴道 历时便晕了过去 肥得两个时辰不能行转 慢慢用错刀或砂纸来错来擦吗 还是疼得我爷爷奶奶的乱叫 这罪孽阴魂不散 跟定了我 只需一遍天要下雨 我这三个地方就痛得他妈的好不难熬 真是比乌龟壳还灵 众人不由的又是害意又是好笑 随百拳叹了口气道 这人说下次见到我再求我性命 这性命是不能让他们取走的 可是只要遇上了他 不让他取走也是不成 唯一的法子 只有不让他遇上 使出无奈 只好远走高飞 混到镇南王爷的府上来 我这么打算 大理国 避处天南 中原武林人士等闲不会难来 万一他奶奶的这龟儿子 真要找上门来 这里有段王爷 高侯爷处朋友 这许多高手在 终不成眼睁睁的袖手不顾 但我送了性命 这三颗老石子 牵在我胸口上 一旦痛降起来 只有拼命喝酒 糊里糊涂的嗷一阵 什么雄心壮志 传宗接代 都他妈的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众人均想 此人的遭忌和黄梅僧 其实大同小异 只不过一个出家为僧 一个隐姓埋名而已 段宇问道 霍先生 你怎知这对夫妇 是姑苏慕容师的 他叫惯了霍先生 你是改不过口来 崔百拳骚骚头皮 道 那是我师哥推向出来的 我挨了这三颗算盘猪后 便去跟师哥商量 他说 武林中只有姑苏慕容师一家 才会以笔之道 还事必身 我惯用算盘猪打人 他便用算盘猪打我 姑苏慕容家 人丁不忘 他妈的 幸亏他人丁稀少 要是千子百孙 江湖上还有什么人 剩下来 就指他慕容师一家了 他这话 对大理段室实在 颇为不敬 但也无人理会 只听他续道 他这家出名的人 就指一个慕容婆 四十三年前 用金刚指令 伤了这位大师的少年 十五六岁 十八年前 给我身上装算盘猪的家伙 我当时四十来岁 算来就是这慕容婆了 想不到我师哥 又命丧他手 言之 你师父怎得得罪他了 过言之道 师父这些年来 专心做生意 常说何系生财 聪明跟人和气 绝不能得罪了 姑苏慕容家 我们的南洋 他们的苏州 路程可差了十万八千里 翠板全道 多半这慕容婆 找不到我这缩头乌龟 便去问你师父 你师父有义气 宁死也不肯说 我是在大理 便造了他毒手 可是哥 是我害了你了 说着泪水鼻涕齐下 我也道 慕容婆 婆婆婆 我婆你的皮 他哭了几声 转头向段正纯道 段王爷 我话也说明白了 这些年来 多谢你的照服 又不拆穿我的底细 翠某真是感激之至 却也难以图报 我这可要上姑苏去了 段正纯祈道 你上姑苏去 崔白全道 是啊 我师哥 跟我是亲兄弟一般 杀兄之仇 岂能不报 言之 咱们这就去吧 说着 向众人团团一一 转身便出 过言之 也是攻守为礼 跟了出去 这一招 倒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眼见他对 顾苏慕容怕得如此厉害 但一说道 为师兄报仇 明知此去必死 却也毫不委惧 个人心下 暗暗其境 段正纯道 两位不忙 过兄远来 今晚便在舍下 歇一笑 明日一早 动身不迟 崔百全停不转身 说道 是 王爷吩咐 我们再饶一餐便了 言之 咱们喝酒去 带了过言之出外 宝定帝对段正纯道 纯帝 明日你率同华司徒 范司马 拔司空 前去陆梁州深界寺 在我在玄碑大师 灵前上祭 段正纯答应了 慧真慧观 下拜之谢 宝正帝又向段正纯道 拜见五叶方丈后 便在深界寺 等候少林寺的大师们到来 请他们转成 我给玄辞方丈的书信 向八天使道 写下两图书信 一通至少林方丈 一通至深界寺方丈 再为两份礼物 八天使公身奉旨 宝定帝道 你陪少林寺的两位大师 下去休息吧 在八天时 陪同慧真慧观二僧出去 宝定帝道 我段使 原初中原武林 数百年来不敢忘本 中原武林朋友来到大理 咱们礼敬相待 可是我段使先祖 向有一讯 严禁段使子孙 参与中原武林的仇杀死斗 玄悲大师之死 我大理段家 虽不能袖手不离 但报仇之事 仍当由少林派自行料理 我们不能插手 段正纯道 是兄弟理会的 黄梅僧道 这中间的分寸 当真不易拿捏 咱们非相助少林派不可 却又不能混入仇杀 慕容时一家 虽然人丁不忘 但这样的武林世家 朋友和部署 必定众多 少林派 与姑苏慕容正面为敌 实施震惊武林的大事 腥风血雨 不知要杀上多少人民 大理国这几年来 国泰民安 咱们倘若卷入了这个漩涡 今后中原武人来大理 寻泄声势 只怕要源源不断了 保定地道 大师说的是 咱们只有一面凭正道形势 一面处处让人一步 纯地 你需牢牢记得 持正忍让这四个字 段正纯 功身领讯 黄梅僧道 两位贤弟 这就别过 我还得去万节谷走一遭 众人均敢诧异 保定地道 师兄去万节谷 尚有何事 可要带什么人 黄梅僧呵呵笑道 我连两个小头也不带 两位贤弟 且猜成一猜 我去万节谷何事 保定地 与段正纯 见他笑一吟的 料来 并非什么难事 却也猜想不透 黄梅僧对段誉笑道 贤侄 多半猜得到 段誉一正 为什么伯父和爹爹都猜不到 我反而猜得到 一尘引尖 以知其理 笑道 大师要去复局 黄梅僧哈哈大笑 说道 正是 我怎能会赢 言庆太子这局棋 实在奇怪之急 他自己舔死一只眼 那是什么缘故 段誉摇头道 小侄也想不明白 黄梅僧道 莫非食物中或青食上 有什么古怪 老那非再去瞧瞧不可 喜一只人下了一局之后 不论是胜失败 事后必定细夹推敲 何处失着失先 何处过强过缓 定要钻研明白 放得安心 黄梅僧这局奇胜得尤其奇怪 若不弄清楚这中间的关键所在 难免烦恼终身 当下宝定帝起家回宫 黄梅僧吩咐两个徒儿回战花寺 独自来到万劫谷 将段言庆阵列了的青石棋局重新拼起 一招招的从头推下 段正纯送了宝定帝和黄梅僧出府 回到内室 想去和王妃续话 不料刀白凤正在为他 又多了个私生女儿钟灵而生计 闭门不纳 段正纯在门外挨告良久 刀白凤发话道 你再不走 我立刻回玉区关去 段正纯无奈 只得回到书房门坐 想起钟灵为云中鹤鲁去 不知钟万筹与南海讹神 是否能救得回来 楚万尼等出去打探讯息 气味回报 好生放信不下 从怀中摸出甘宝宝交来的 那支黄金电盒 瞧着他所写的几行迎头戏字 回想十七年前和他欢聚的那段 销魂石骨的时光 再想象他苦吼自己不治 而被迫与钟万筹成婚的苦处 不由得心中大土 那时他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 他父亲和后母带他向来不好 腹中怀了我的孩儿 却教他如何做人 越想越难过 突然之间 想起了先前刀白凤在席上对华司徒所说的那句话来 这条地道通入钟夫人的居室 若不毒死 就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 从此天天晚上要去钻地道 当即召来一名亲兵 命他去把华司徒手下两名德力家将悄悄传来 不可泄露风声 段玉在书房中 心中翻来覆去的 只是想着这些日子的奇遇 跟慕婉清定了夫妇之月 不料他竟是自己妹子 岂知 齐上佳琪 钟灵竟然也是自己妹子 钟灵被云中鹤掳去 不知是否已然脱险 实施好生牵挂 又想慕容伯夫妇 钻研林伯微步 不知跟洞中的神仙姐姐 是否有什么瓜葛 难道他们是逍遥派的弟子 神仙姐姐吩咐我去杀了他们 这对夫妇武功这样高强 要我去杀了他们 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又想这些日子给关在食屋之中 幸好没做下乱伦的事了 当真侥幸直至 林伯微步的步伐练得倒数了许多 可是神仙姐姐吩咐的功课 却耽误得久了 当下便探身入怀 要去取卷轴出来 手指刚碰到 便觉不妙 急忙取出 口中连猪架的指叫 哎哟 哎哟 再建那卷轴 早已撕成了一片片碎薄 胡乱卷成一卷 一展开来 哪里还成模样 迫不迫尖 最多也只剩下两三成 卷上的图形文字更烂得不堪 段玉全身如坠冰窖 心中知道 怎么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过了两久 才依稀想起 给青袍怪客 关在十屋之时 他体内躁热难当 将全身衣衫 乱撕乱扯 后来狂走急奔 仍是不断乱撕衣衫 迷糊之中 哪里还分得出 是衣衫还是卷轴 自然是一并撕的稀烂 随手乱抛 对着图中裸女的断手残肢 发了一阵呆 又不自禁的 大有如是重负之感 卷轴已赖 神仙姐姐的神功 便练不成了 这不是我不肯练 而是没法练 什么杀进逍遥派弟子云云 一概不算了 将破碎薄片投入火炉 打着了火 烧成了灰烬 心想 这卷轴中的裸体图形 多看一次 便亵渎了一次神仙姐姐 如此火化 正乃天意 眼见天色已晚 于是到母亲房去 想陪她说话 跟她一起吃饭 来到房外 却见房门紧闭 扶死王妃的卑女 笑嘻嘻地道 王妃睡了 公子明天来吧 钻语心想 啊 去了 爹爹在房里 转身出去 想去找木婉青说话 走过一条回廊 却觉还是暂贴避嫌的好 此时见面 陡然惹她伤心 百无聊赖之际 信步走到后花园中 此时天色已然朦胧 在池边亭中坐了一会儿 眼见一弯新月从东升起 心想这月光也会照到剑湖之盼的无量玉壁上 再过几个时辰 玉壁上显出一柄五彩缤纷的长剑 便会指着神仙姐姐所居的洞府 正响的出神 呼听的围墙外轻轻传来几下口哨声 停的一停又响了几下 若在往日听了毫不在意 但她自经这几日来的一番阅历 心之有意 寻思 莫非是江湖人物打暗号 过不多时 哨声又起 突见牡丹花台外一个人影 快速掠过 奔到围墙边 跃上了墙头 段宇失声叫道 完美 那人正是慕婉惊 只见她雍声乐起 跳到了墙外 段宇又叫了声晚妹 奔到穆婉惊 跃下之处 她可没能耐跃上墙头 花园后门就在旁边 但上了串 又有铁锁锁着 只得大叫 晚妹 晚妹 只听穆婉惊在墙外大声道 你叫我干嘛 我永远不再见你面 我跟我妈去了 段宇急道 你别走 千万别走 穆婉惊不答 过了一会儿 只听得墙外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子声音说道 婉儿 咱们走吧 哎 没有用的 穆婉惊仍是不答 段宇料的那女子必是秦红眠 叫道 秦阿姨 你们都请进来 秦红眠道 进来干什么 好让你妈妈杀了我吗 段宇雨塞 用力锤打圆门 叫道 晚妹 你别走 咱们慢慢想法子 穆婉惊道 有什么法子好想 老天爷也没法子 顿了一顿 突然叫道 啊 有一个法子 你干不干 段宇喜道 好啊 什么法子 只听得痴痴声响 一片蓝淫淫的刀刃从门缝中插进来 切断了门栓 跟着砰砰凉响 圆门飞开 穆婉惊站在门口 手中指着那柄蓝阴阴的修罗刀 说道 你伸过脖子来 让我一刀割断了 我立刻自杀 咱俩投胎再是做人 那是不是兄妹 就好做夫妻了 段宇吓得呆了 颤声道 这 这不 不成的 穆婉惊道 我肯 你为什么不肯 要不然你先杀我 你再自杀 说着将修罗刀递将过来 段宇急退两步 说道 不行 不行 木婉惊轻慢慢转过身去 晚了母亲手臂 快不走了 段宇呆呆望着他母女俩的身影 隐没在黑暗之中 两久两久 凝立不动 月光渐渐升至中天 他物自呆立沉思 突然间后颈一紧 身子被人凌空提起 一人低声笑道 你要死还是要活 做我师父是死师父 做我徒儿是活徒儿 正是南海俄神的身影 段正纯带着华赫根手下的两名得利家将 快不来到万节谷 这两名家将随同华赫根挖掘地道 直到地道的入口所在 搬开掩盖在入口上的树枝 一名家将道 小人带路 段正纯道 不用 你两个在这里等我 正要向地道中爬去 忽见西手大树后人影一闪 身法甚是迅速 段正纯立即纵起 奔降过去 一声喝道 什么人 大树后那人低声道 王爷 是我 崔百全 斜着身子出来 段正纯祈祷 崔兄到这里来干什么 崔百全道 小人听得王爷的千金给奸人掳了去 和过失职 两人分头出来寻找 小人在路上见到这些线索 推向小姐逃到了这里 那奸人却似乎仍在紧追不赦 段正纯心下恍然 这崔百全是个恩怨分明的汉 他在我家躲了这些年有恩未报 此去找孤苏慕容报仇 是决意将性命送在他手里 他只盼能为我找回灵儿 报答我这十多年来的相避之情 当即身身一一 说道 崔兄告一 在下感激不尽 崔百全道 小人到那边去找 身形一晃 没入了树林之中 轻功颇为了得 段正纯略感宽怀 心想 这崔兄的武功 不在万里 单沉他们之下 当下回到地道入口处 钻了进去 爬行一程 地道分岔 他已问明 华司徒的两名家将 知道地道东北通向 先前求见段玉与木婉庆的石屋 西北通向中夫人卧室 当即向西北方向爬去 来到尽头 将头顶木板轻轻拖起数寸 眼前变见光亮 从缝隙中望上去 只见到一双 浅紫色的绣花鞋子 塌在地下 段正纯心头大震 将木板又拖起两寸 只听得干宝宝 长长叹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 悠悠地道 倘若你不是王爷 只是个耕田打猎的汉 要不然 是偷鸡摸狗的小贼也好 是打家劫舍的强人也好 我便能跟了你去 我一辈子跟了你去 跟着几滴泪水掉下来 落在他花鞋边的地板上 段正纯胸口热血上涌 心道 我不做王爷了 我做小贼做强人去 让你一辈子跟着我 这王爷有什么做到 只听干宝宝又道 难道 难道这一辈子 我当真永远不再见你一面 连一面也见你不着 我 我还是死了的好 纯哥 纯哥 你想我不想 这几下低呼 当真是荡气回肠 段正纯忍不住低声道 宝宝 亲亲宝宝 干宝宝吃了一惊 站起身来 随即又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 我又在做梦了 梦里又听到你在叫我了 段正纯低声道 亲亲宝宝 是我在叫你 我一直在想你 记挂着你 干宝宝惊呼一声 纯哥 当真是你 段正纯揭开木板 钻了出来 低声道 亲亲宝宝 是我 干宝宝突然见到段正纯 瞪使脸上全没了血色 走上几步身子摇晃 段正纯抢上去将它搂住 干宝宝身子一颤 晕了过去 段正纯忙捏它人中 干宝宝悠悠行转 直到身在段正纯怀中 他正亲自己的脸 欢喜得便似全身 都要炸了过来 脑中晕眩 低声道 纯哥 纯哥 我 我又在做梦了 段正纯紧紧抱住 他温软的身子 在他耳边低声道 亲亲宝宝 你不是做梦 是我在做梦 突然门外有人 粗声喝道 谁 谁在房里 我听到是个男人 正是中万筹的声音 段正纯和干宝宝都大吃一惊 干宝宝大声道 是我 什么男人 女人 又在胡说八道了 段正纯在他耳边道 你跟我逃走 我去做小贼 强盗 我不做王爷了 干宝宝大喜 低声道 我跟你去做小贼老婆 做强盗老婆 便做一天 也是好的 钟万筹不得妻子许可 不敢随便入房 站在窗外 一见到一个男子的黑影 大叫 你房里有男人 我 我见了 再不理会妻子是否准许 砰的一声 飞足踢开了房门 段玉给南海讹神抓住了后领 停在半空 正时动他不得 他的北明神功只练成一路 手太阴费精 只有大拇指的绍伤穴和人相处 而对方又正在运进 方能吸入内宫 其余穴道却全不管用 他正想张口呼叫 南海讹神 伸左手按住他口 抱起他发足几尺 直到远离镇南王府的僻静之处 才放下他地 一手仍是抓住他后领 生怕他使出古怪步伐逃走 段玉库笑道 原来你改变主意 不想做我徒儿 要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南海讹神道 谁说的 你先磕还我八个响头 将我逐出门墙 不要我做徒儿了 然后再向我磕八个响头 拜我为师 咱们规规矩矩 一清二楚 那我就没 乌龟儿子王八蛋的事 段玉哑然失笑 摇头道 我不干 我此刻给你抓住 全无还手之力 你杀死我好了 南海讹神道 呸 我才不上你这个道 老子绝不会给人骗的 做上乌龟儿子王八蛋 你道我好蠢吗 段玉道 你好聪明 十分聪明 南海讹神 想出了妙计 直到可以规格矩矩 一清二楚的手续完备 就可以画图为师 岂知对方宁死不可 十六个响头 盘算了几天的如意算盘 全然打不响 不禁大赶彷徨 段玉道 你南海派的规矩 徒儿可不可以杀师父 南海讹神道 当然不可以 只有师父杀徒儿 绝没徒儿杀师父的事 段玉道 那么徒儿听师父的吩咐呢 还是师父听徒儿的吩咐 南海讹神道 自然是徒儿听师父的吩咐 你拜我为师之后 什么事都得听我吩咐 段玉小道 现下你还是我徒儿 我叫你去夺回小师娘来 你办好了没有 南海讹神道 他妈的 我跟云老四动手打架 小师娘的老子也赶了来 趁机把小师娘抢了去 段玉听到 钟灵已逃脱云中喝毒手 心下大喜 南海讹神又道 后来我又跟小师娘的老子打架 他打了一会儿就不肯打了 小师娘那时已自己走了 云老四说 咱们得去万节谷杀了中万仇 段玉道 为什么 南海讹神道 这一件大事不可不办 否则月老二在江湖上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人人都瞧我不起 段玉气道 那是什么道理 云老四骗人 你不用听他的 南海讹神道 不 不 云老四是为我好 你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 我来指点你 那小姑娘是我师娘 你长了我一辈 她的老子便长我两辈 他妈的 中万仇是什么东西 只能长我两辈 非杀了他不可 云老四喊说 他要去抢中万仇的老婆来做老婆 他是顾念四大恶人的义气 完全为我出力 奋不顾身 勉为其难 段玉更加奇怪 问道 那是什么道理 南海讹神道 中万仇的老婆 是我师娘的母亲 眼下也长了我两辈 倘若云老四 抢了他来做了老婆 那就是 月老二把弟的老婆 是我的弟夫 他的女儿 就比我低了一辈 是我的侄女 你是我侄女的老公 是我的侄须 也比我低了一辈 那时候我叫你师父 你叫我音伯 咱两个不是两头大吗 哈哈 这法真妙 段玉哈哈大笑 南海讹神道 快走 快走 赶紧去办了这件大事 这世上绝不容 有比月老二高上两倍之人 抓住段玉手臂 飞步向万节骨奔去 段正纯听得中万仇 踢门进房 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不能杀他 轻轻挣脱 甘宝宝的搂抱 钻入地洞 拖好了洞口木板 中万筹 手提大刀 冲进房来 却在房中 便指甘宝宝一人 忙到衣橱 床底门后 各处搜寻 别说没男人 连鬼影也没半个 心中大齐 甘宝宝怒道 你又来欺悟我了 快一刀杀了我干净 中万筹找不到男人 早已喜悦不胜 急忙抛开大刀 陪笑道 夫人 是我眼花 正是刚才多喝了几杯 一面说 一面屋子东张西望 突然门外脚步声急 钟灵大叫 妈 妈 飞步抢进房来 跟着云中鹤的声音叫道 你逃到天边 我也要捉到你 快步注意了进来 钟灵叫道 爹 这二人 这二人又来追我 他逃避云中鹤的追逐 早已上气不接下气 幸好自己家中门户熟悉 东躲西藏 而云中鹤 在这些转弯抹角的所在 又施展不出轻功 才给他逃到了母亲房中 云中鹤见钟万筹夫妇都在房中 不禁大喜 心想 正好就此杀了钟万筹 将钟夫人钟灵 两个一起掳去 钟万筹连发三掌 都给云中鹤闪身避开 云中鹤绕过桌子 去追钟灵 心想 得把小妞先点到了 再杀其父而夺其母 免得给他逃走 钟灵叫道 猪膏子 你再追我 我可要喝你痒了 云中鹤一正 叫道 你喝得我着 再试试看 说着纵身向他扑去 那日钟灵给云中鹤抱了去 拼命挣扎 去哪里挣得拖他的掌握 心里怕得要命 只听着南海鹤神远远追来 大叫 石娘 石娘 你伸手掏他的夜窝 这瘦株高 可最怕痒 钟灵心想 喝痒吗 那倒是我的拿手本事 伸出手来 正要往云中鹤夜窝里喝去 不料云中鹤先听到南海鹤神的话 不等钟灵守到 忍不住已笑了起来 这么一笑便奔不快了 南海鹤神跟着遍及追到 云中鹤道 月老三 你可上了人家的当了 南海鹤神道 什么上当不上当 快放下我石娘 要不然便尝尝我鹅嘴茧的滋味 云中鹤无可奈何 只得将钟灵放下 钟灵趁云中鹤不备 伸手便去喝痒 云中鹤弯了腰 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越是笑 钟灵越是不住手的喝 云中鹤一面笑 一面不住咳嗽 南海鹤神道 石娘 你这就饶了他吧 再喝下去 他一口气接不上来 可活不成了 钟灵好生奇怪 这恶人武功很高 怎么会给人喝痒喝死 说道 我不信 我喝死他试试看 南海鹤神道 不成 是不得 喝死了便活不转了 云中鹤的练功罩门 是在夜下天泉穴 这地方碰也碰不得 钟灵听他这么说 便放手不再喝痒 云中鹤站直身子 突然一口唾沫向南海鹤神吐去 骂道 死鹅鱼 臭鹅鱼 我练功的罩门所在 为什么说与外人知道 钟灵道 好啊 你骂人 伸手又去喝他一样 不料这一次却不灵了 云中鹤飞出一脚 将他踢了个劲头 远远地站在一旁 南海鹤神扶起钟灵 问道 师娘 你摔痛了没有 钟灵还没回答 只见钟万筹提刀追来 叫道 臭丫头 你死在这里干什么 南海鹤神回头喝道 他妈的 你不甘不定的 嚷嚷什么 钟万筹怒道 我自己骂我女儿 管你什么事 南海鹤神大发脾气 指着钟万筹大叫 你 你这狗贼 居然想占我便宜 我 我月老二跟你拼了 钟万筹道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 南海鹤神道 她是我师娘 已然比我大了一辈 那是事出无奈 我也没什么法子 你却自称是她老子 这 这 你 不是更比我大上两辈 月老二 在南海为尊 人人叫我老祖宗 老爷爷 来到中原 却处处比人矮上一两辈 老子不干 万万不干 钟万筹道 你不干就不干 她是我亲生女儿 我自然是她老子 又有什么自称不自称的 南海鹤神歪着头 向她妇女瞧了一会儿 说道 你当然是自称 我师娘这么美丽 你却丑得像个妖怪 怎么会是她老子 我师娘定然是旁人生的 不是你生的 你是假老子 不是真老子 钟万筹一听 气得脸也黑了 提刀向南海鹅神便砍 钟灵忙劝道 爹爹 这人将我从恶人手里救了出来 你别杀他 钟万筹怒火冲天 骂道 臭丫头 我早疑心你不是我亲生的 连这大笨蛋都这么说 那有什么假的 我先杀他 再杀你 然后去杀你妈妈 钟灵见二人揍了起来 一时胜败难分 大声叫道 喂 月老三 你不可伤我爹爹 又叫 爹爹 你不能伤了月老三 辫子走了 他回到万劫古来 疲累万分 到自己房中 倒头便睡 睡到半夜里 只听得云中和大呼小叫 一间间房挨自搜来 急忙起身逃走 这时钟灵 料之走不进身去 喝云中和的羊 一瞥眼见到地洞口的木板 他曾被华赫根 由此擒如地道 当即奔过去掀开木板 钻了进去 云中和和钟万筹 都见地下出现洞穴 都是大骑 云中和扑上过去 想抓钟灵的脚 钟万筹出掌 向他背心击去 云中和左手回掌隔开 只恐钟灵这美貌小妞 钻入地道之后 再也捉他不到 当即也钻了进去 爬出杖鱼 黑暗中双手乱抓 突然抓到一只纤细的左怀 这听得钟灵大叫 哎哟 灰族想要挣脱 云中和大喜之下 在容他挣脱 地上运进 要拉他出来 那只一拉之下 钟灵又是大叫 哎哟 却拉他不动 似乎前面有人拉住了他 便在此时 云中和只觉双足足踝一紧 已被人紧紧握住了 向外拉扯 但听得钟万筹叫道 快出来 快出来 却是钟万筹怕他伤害女儿 追入地道 要拉他出来 钟万筹扯了两下不动 正于运进 突厥自己双脚 祖踝被人抓住 一股力道向外拉扯 南海俄神 嘶哑的嗓子叫道 马脸的丑家伙 你自称是我师娘的老子 想高我越了二两倍 今日非杀了你不可 原来南海俄神 恰于此时 带着段玉赶道 在房外 眼见钟灵 云中鹤 钟万筹三人 钻进了地道 心想当务之急 莫过于杀了这个 自称高我两倍的家伙 当即串入房中 跟着钻入地道 拉住了中万筹双组 段玉急忙奔进房来 对钟夫人道 钟伯母 就钟灵妹子要紧 正于钻入地道 突然身子被人一推 当即摔倒 一个女子叫道 月老三 云老四 你两个快快出来 老大吩咐 叫你们两个 不得自相财杀 正是无恶不作 一二娘 奉了段延庆之命 来召唤南海俄神 和云中鹤 他来得迟了一步 但见到云中鹤 钻入地道 钟万筹与南海俄神 先后钻进 直到南海俄神 要去追杀云中鹤 云老四武功不及他 只怕给他杀了 老大非大大怪罪不可 叫了几声 不见南海俄神出来 当即钻进地洞 抓住了南海俄神双脚 奋力要拉他出来 段宇叫道 喂喂 你们不可伤我钟灵妹子 她本来是我没过门的妻子 现下是我妹子了 但听到地道中 吆喝叫嚷 声音杂乱 不知是谁在叫些什么 心想三大恶人挤在地道之中 钟灵定是凶多吉少 他对我有情有义 我虽为武功 已当拼命相救 当即扑到地洞口 抓住叶儿娘的双脚祖怀 用力要拉他出来 他双手紧握 自然而然便是 叶儿娘祖怀上 第一线一窝的所在 此处俗称手一输 刚好一手可以抓住 却是足太阴脾经中的三阴交大穴 乃是足少阴圣经 足太阴脾经 足阙阴心包经 三阴交汇之处 他大拇指的少商穴 移于叶儿娘祖怀三阴交 药穴相接 双方同时使劲 叶儿娘的内力 立即道谢而出 涌入断育体内 地道内转侧不已 云冲鹤抓住钟灵祖怀 钟万筹抓住云冲鹤祖怀 南海俄神抓住钟万筹祖怀 叶儿娘抓住南海俄神祖怀 最后端狱 拉住叶儿娘祖怀 除了钟灵之外 五个人都拼命 要将前面之人拉出地道 钟灵无神力气 本来云冲鹤急意将他拉出 但不知如何 竟似有人紧紧拉住了他 不让他出来 这一连串人 都是拇指少商穴 和前人祖怀三阴交穴相连 叶儿娘的内力 谢相段欲 跟着内力传递 南海俄神钟万筹 云冲鹤钟灵四人的内力 也奔鲜而来 钟灵本来没什么内力 倒也罢了 余下四人 却都吓得魂飞魄散 拼命挥脚 想摆脱后人的掌握 但给紧紧抓住了 说什么也甩不脱 越是用尽使力 内力越是飞快的散失 云冲鹤直接钟灵脚上 圆圆传了内力 跟着又从自己脚上传出 心想 这小妞如何有如此深厚内力 实在奇怪 好在自己脚上内力散失 手上却有补充 自然说什么也不肯放钟灵祖怀 以免有去无来 钟万筹等也是一般的念头 尽管心中害怕 双手却越抓越紧 正如溺水之人 死命抓着任何外物不放 逃生活命 权杖于此 这一连串人在地道中 什么也瞧不见 起初还惊唤叫嚷 老大叫你们去 快放开我脚 老子宰了你 抓着我干什么 快松手 妈妈爹爹 到后来突厥手上传了的内力渐弱 祖怀上内力的去世 却丝毫不减 更是惊骇无比 段玉拉扯良久 但觉内力远远拥入身来 他先前在无量山有过经历 这时已能应付 每当造热难当之际 便将涌到内力处如扇中气海 可是过得良久 这些扇中气海似乎要胀裂一般 渐渐害怕起来 但向钟灵遭遇极大凶险 无论如何不能放手 咬紧了牙齿 拼命抵受 甘宝宝眼尖怪事 揭续而来 邓时手足无措 心中物质在回响 时才给段正纯搂在怀中 亲热的销魂滋味 坐在椅上 呆呆出尘 嘴里轻轻叫着 纯哥 纯哥 他叫我亲亲宝宝 他抱着我亲我 这次是真的 不是做梦 段玉胸口 烦热难忍 手上力道却越来越大 这时地道中 众人的内力 极有半数 都移入了他体内 他终于将 叶儿娘慢慢拉出了地洞 跟着南海俄神 钟万筹 云中鹤 钟灵一连串的 拉扯着出来 段玉见到钟灵 兴下大胃 当即放开叶儿娘 向前去扶钟灵 叫道 灵妹 灵妹 你没受伤吗 叶儿娘等四人的内力 都耗了一半 一个个松开了手 坐在地板上 呼呼喘气 钟万筹突然叫道 有男人 地道内有男人 是段正纯 段正纯 他突然想明白了 夫人房内有此地道 必是段正纯 干的好事 是才在房外 听到男人声音 见到男人黑影 必是段正纯 无遗 毒火大赤 抢过去一把 推开段玉 抓住钟灵后领 要将他置在一旁 然后冲进地道 去揪段正纯出来 甘宝宝 听他大叫段正纯 正是从沉思中行转 站起身来 心中只是叫苦 钟万筹没想到 自己逆立大号 抓住钟灵后领 非但置他不动 反而双足算软 一脚坐到在地 但他物资不死心 仍是要将钟灵 扯离地洞 说什么也不能 放过了段正纯 扯得急扯 只见地洞中 身上两只手来 握在钟灵双手 手腕上 钟万筹大叫 段正纯 你上来 我给你拼个死活 用力拉扯 钟灵向后 地洞中果然慢慢 带起一个人来 这人果然是个男人 钟万筹大叫 段正纯 放下钟灵 扑上去 揪住他胸膛 提降起来 只见这人 张头鼠目 愁眉苦脸 歪嘴耸肩 身材瘦削 与段正纯 大大不同 段宇叫道 霍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这人 是金算盘 崔百全 钟万筹大叫 不是段正纯 仰天摔倒 抓着 崔百全的五指 物质不放 突然之间 地洞中 又伸起两只手 抓在 崔百全的 双脚左踝之上 钟万筹大叫 段正纯 用力拉扯 又扯出一个人来 只见这人 头顶无发 唯有香巴 是个和尚 满脸皱纹 双目焦黄 不但是和尚 而且是个 极老的老和尚 段宇叫道 黄梅大师 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这老僧 正是黄梅大师 钟万筹奋 奋起残余的精力 再将黄梅僧 拉出地洞 他族上 却再没人手握着了 钟万筹 冲进地道 过了两久 气喘喘地爬出来 吊道 没人了 地道内没人 瞧瞧 崔百全 瞧瞧黄梅僧 这两人说什么 也不能是 钟夫人的情妇 心下大卫 敲道 夫人 对不住 我 我又冤枉了你 这时精力浩劫 趴在地洞口 只是喘气 再也站不起来了 黄梅僧 崔百全 叶二娘 南海俄神 云中和五人 都坐在地下 运气调息 五人中 黄梅僧功力远胜 不久便急站起 喝道 三个恶人 今日便饶了你们性命 今后再到大里来落造 休怪老僧无情 一二娘 南海俄神 云中鹤 于地道中的 骑变 物字摸不到丝毫头脑 直到是黄梅僧使得手脚 心想 这老和尚 连老大也斗他不过 他一下子取了我一半内力去 哪里还敢作声 三人又调戏半场 慢慢站起 向黄梅僧 微微躬身 出房而去 此时三大恶人 已全无半份恶气 黄梅僧崔百全 段玉三人 别过中万筹夫妇与中灵 出国而来 来到谷口 段正纯带着两名家将 正在等候 段正纯 段玉父子相见 聚感惊诧 原来段正纯 见中万筹冲进房来 内心有愧 从地道中急速逃走 钻出地道时 却见崔百全在旁守候 崔百全素质王爷的风流性格 当下也不多问 自告奋勇 入地道 探查 以防中夫人遭了丈夫毒手 却遇到钟灵给云中鹤 抓住了祖怀 崔百全 当即抓住他手腕相助 正敢支撑不住 忽然祖怀为人拉住 却是黄梅僧 宁思齐局之际 听到地道中忽有一声 于是从食物中钻入地道 寻声寻至 辨明了崔百全的口音 出手相助 不料在这一意中 黄梅僧以崔百全的内力 却也有一小半 因此移入了断育体内